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黄教授 你从宏观经济的理论上来看 对应现在的局势 你觉得接下来的倒闭潮会出现以及会严重吗 刚才达豆就抛了这个四成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念经济学总得要抛一下数据来回应一下 来来来 有请 但是这个数据其实跟达豆说的是相回应的 它其实完全没冲突 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件事情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整个劳力市场 有千五万人 它有四分之一就是我们所谓的独自经营 然后我们马来西亚的很多危企 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这个大马统计局 它在第一次做的这个民调 就是在疫情期间做这个民调 所以发现说这一些独自经营的 有一半的人会因此失业 失业就包括你提的就是这个倒闭 接业 那么这个一半是什么 如果你把这个一半放在在我们刚才那个例子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千五百万的整个劳力市场 四分之一大概就是这个六百万 那么六百万当中的一半就是三百万 所以它可能就会出现三百万 或者稍微以下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 总体的失业也好 结业也好 所以其实我们再来到2020年下半年的时候 回应大多刚才说的就是 很重要的点是什么 你要做转型 你必须先看到这个商业机会在哪里 让整个市场滚动起来 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政府如何着手让这个市场动起来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提供一个最好的环境 让企业自己决定说 我要怎么开始我的新生意 要我的这个新的客户群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环境一定要通过政策来提供 好 好